好 觀眾朋友 開放科硬 第一通接樹林的陳先生來 我是陳先生 你好 有聽到 有聽到 有很多政論節目說馬英九是無能 其實不然 馬英九他的民族感情歸屬在中國 人在台灣 新在中國 他與大中華民族的孤城虐子自居 一切未來終極統一 三年多來他所做的是 或明或暗或合法或非法 積極地要把台灣掏空弄窮 弱化台灣的一切 如那個國防 軍事 外交 經濟 農業 貿易 甚至主權 積極地要將台灣的優勢 籌碼 快速流失 一加速統一 像春秋時代的岳王勾建 沃先生的那個故事 岳王收買那個無國大臣 胡采旁邊一個臣子叫做薄皮的 配合把無國掏空弄窮 結果把無國滅掉 我們的馬總統正在做薄皮 把台灣掏空弄窮 弱化台灣一切的工作 謝謝陳先生 謝謝你 台中的吳先生來 吳先生你好 美麗主持人 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最近在研究考古 因為有幾百年前的事書 有三十幾年的總統連背 還有最緊的就是 二十年前的九號共識 至於最近發生的事情 我都看不到才知道 好比我山內有日本發生海嘯 不是我們灌台 中共會顯然說超越中線 反正我們起來很不對 人家又沒有投炸彈灌台 風太來 我就叫做黃帝兵的人去搜尋 安啦 大家安啦 立體我進去看他們盤照 反正黃帝兵也是只保平安區 不然保危險區 所以大家主角都有 他如果找不到 那就是他的名字灌台 我會說如果有利益的人在打蚌子 就這樣比較重要 謝謝 好 謝謝吳先生來 屏東的邱先生來 庫千你好 各位學者大家好 我是住屏東線的 是 那個 像說那個什麼 馬東東來屏東 然後有人 還有什麼唱歌給他聽 我是覺得 他是來這邊看 再來是來這邊作秀 然後 就是 剛才有一位 說那個什麼 人民 人民不是 他馬總統跟人民講說 再給他四年嗎 那我是覺得很感慨 因為 人生有多少的四年 嗯哼 還有就是 你像 昨天 昨天在馬總統臉書上 有談到那個什麼 他 他那個什麼 就是 好 邱先生謝謝你 呃 要提醒個人朋友 這個屏東勘災 不是參加軍中的同樂會 這是馬總統說要去勘災 這畫面當中 真的不是同樂會 來 新北市的范小姐 范小姐你好 大家好 是 我要說的剛剛各位說的很好 當然是馬英九 打著中華民國 消滅中華民國嘛 中華民國還有 效忠這兩個字嗎 大家說八個效忠中國好不好 台灣多可憐啊 既然是這樣 在這樣的人的主政之下生存 第二點我要說的 林邊 不用觀光 不用那個 每年的八月九月 大家都認識林邊 為什麼會沒有辦法 治水 因為 國民黨在立法委員都賺多數 陳水邊主政的時候 治水預算永遠不通過 所以南部的選民啊 你們要搞清楚 不是民進黨不幫你們 是你們立委的時候 立委比較重要吧 立委你沒有選上他們 治水預算 什麼錢都不會過吧 第三點我要說的 孫明德啊 你跑到哪裡去啊 當初你帶著紅山軍這樣 上街的時候 那些人 還有臉在出來嗎 陳水邊主政之下的政務官 每一個都被犯 灌散貪污 結果都判污罪 你們不要還人家一個公道嗎 市民的 你不要再叫你太太出來 要靠邊站 站出來說說話吧 謝謝好 謝謝范小姐 范小姐想得非常好 是說 許多的觀光產業 在地方正在 其實慢慢的扎根當中 那麼這些人 需要很多的公共建設 但是馬政府 你真的可以 完全都不做嗎 可以用什麼心態 來面對台北市 能不能用相同心態 來面對這些人民呢 我們休息片刻再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